另外再带你看到 捷安巷在今天上午 是有一辆轿车 行进在文化八街时 突然失控 与对象的一辆货车 发生了对仗 那么当场旋转180度 而轿车的车头全毁 那么警方到场之后 对两名的驾驶来进行酒测 结果都没有酒驾 那么详细的肇事原因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24号早上6点左右 捷安巷一辆轿车 行进文化八街时突然失控 与对象一辆货车发生对撞 当场旋转180度 轿车车头全毁 油脂流的满地都是 蹦的一声 把还在睡梦中的居民都吓醒了 碰一下声 碰一下很大声哦 这上面听到而已 你那时候在干嘛 我说你那时候在做什么 在睡觉啊 要吓醒哦 你有听到声音来蹦一下 我才爬起来 最大声的吗 很大声 蹦一下我是又出山了 很像水碗破掉 结果是那个 最心怀疑 驾驶轿车的21岁男性驾驶 胸口头部以及手脚都有受伤 事后他也自行脱困 坐在路边等待救援 警方到场后立即进行酒车 并且安排送医 而驾驶货车的31岁料性司机 但是为了闪避迎面而来的轿车 把车斗都撞破了 想起当下还是余悸有存 我这样过来嘛 然后这边路上我有点弯 然后他过来之后 我看他有点往我这边偏了 然后我已经忘记我有没有按喇叭了 但是我看他有回过去一点 然后又继续往我这边冲 然后就追上去 那双方在会车的时候 发生了这个撞击 所幸这起事故 双方并没有大碍 那今酒车双方都酒车值 均为零 那目前整个事故的一个 详细的一个造则 那警方也正在调查中 警方对两名驾驶进行酒车 结果都没有喝酒 而真正事故详细的造势原因及责任 目前由吉安湘分局 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记者学历勤 吉安湘报导